來囉 好不好 好特別的樂器哦 這個看 真的好特別的樂器 這個一定是瑞士來的對不對 怎麼知道 瓜哥怎麼知道 因為很像 我吃過瑞士的粉末有沒有 就要放中間炸油的 你說油鍋嗎 炸鍋子嗎 這個很像鍋子 它是從瑞士來的 兩千年才發明的樂器 所以現在才十七歲而已 剛剛你那個是有聲音哦 這個我知道 這叫Asalato Asalato 為什麼你知道 然後是用鼻煙壺的那個 做的對不對 鼻煙壺的做 因為我妹妹以前有學 對 那這個聲音 要不要現場收一下 OK 這不會夾到手嗎 練習 因為我很久了 所以還好 可是剛學的 不是打到之後是手的嗎 剛學的話看起來 對 對 對 我試過 這個也是兩千年發明的 不是 它已經很久了 早期在西非加拿那邊 他們是用舞蹈搭配這個聲音 它有這個聲音 對 去跳舞 是 這看起來 眼睛看起來好像百香果有沒有 對 可是它裡面是種子對不對 裡面是裝香絲豆跟紅豆 對 那這個音樂 剛剛有本身大聲會蓋過去 它本身聲音 它比較綿密 比較細一點的 對 那你為我們示範一下 有些可以摸的聲音 這樣 這樣聽起來又好好聽 對啊 好多技巧 因為一下把它蓋過去的 反而 因為它的聲音其實很細緻 對啊 很細 謝謝兩位精采的表演 謝謝 謝謝 來 請進去看 我們先聽洪敬堯老師 請做講評 羅平今天這一組的音樂 它就是一個雷鬼的表現 照我的經驗來說 雷鬼這種東西 其實還滿危險的 就是說 有一些參賽者 他會選擇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通常很多 那為什麼 其實雷鬼我們聽起來很簡單 其實它的重點是 它很多都是在反拍 其實你在要唱這首歌之前 你先要把節奏先搞懂 那這個節奏在你的心裡面 一定要自己是產生 有那種Grooving的感覺 所以就讓我 覺得今天羅平 你的唱會跟這個節奏比較不合 特別今天加入了許多 其實他們都是比較是動態 都是一些拍子的東西 那如果你的拍子不在這個裡面 就會讓我覺得 好像羅平在唱你自己的 但是音樂卻一直在走它的 那我覺得這個會比較可惜 那另外就是 羅平今天的詞好像也有錯 在那個又一次失望 對 我有意識到我唱錯了 對不對 那我覺得最大的問題 就是在那個Grooving 那種節拍 如果你可以讓你的聲音的彈性 讓你的那個動態 加入在這個Reggae的裡面 我覺得那整首歌起來會更好 而且我覺得你今天的唱腔 其實有變 就是你的歌唱也一直在進步 但是這些小地方 隨著這個音樂的成長 那我想羅平可能也要更多的 融入在裡面 好 加油 好 謝謝老師 林陸學老師請 好 其實雷鬼音樂 它就是從大概 經典最靈魂的人物就是 Bob Marley 如果你有聽過 你應該去聽他的歌 他們其實有一種 揮斜的態度 這個揮斜的態度 尤其你唱到這個副歌的時候 其實你會除了心中有那個 當得的反拍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自嘲的感覺 這一點我覺得羅平有做到 我覺得你包括在建築的時候 那種輕鬆感 還有包括都已經結束了 其實瓜哥在訪問 你還是在那邊自己開心的不停 很開心這樣 我覺得這是 這樣的是對的 代表你有融入那個音樂性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 然後在聲音方面 對 的確剛剛有兩個字好像有唱錯 但是其實我覺得也還不是太嚴重 不過因為我們畢竟是比賽 這個蜘蛛比較 所以剛剛就扣了大概10分左右這樣 沒有 已經快沒分扣了 今天要破新低了嗎 直接回家好了 沒有 沒有,我給你的分數還是很不錯 因為我覺得 其實羅平是可以做到這個 不曉得是不是你的血液 有那種印度的那種慵懶 我覺得跟亞馬加有點像 因為雷鬼就是雷鬼來的 所以我覺得有那種 天生的那種幽默感 我覺得在你身上是看得到 所以這個歌其實很適合你 好,謝謝老師 但是每個樂器代表你會有幻想 這個就是亞馬加雷鬼 這個又想海洋風 在海灘聽到大家都是 喝啤酒、燒烤對不對 對 真的是很慵懶 所以每個樂器代表的 氣氛都不是異議 氣氛跟氛圍都不同 這就是我們這一題的主軸 那我們今天看 羅平這首歌能獲得幾分呢 評審請給分 給分 今天挑選了一首 很符合自己性格的歌曲 羅平這首歌可以得到的分數是 70、80、90 90 90 停住了 小數點是多少 得到的分數是90.8分 謝謝老師 謝謝 這張黃牌是應該要記在羅平身上 羅平,你要使用您的免死金牌嗎 你先記一張對不對 對,記一張 因為我怕觀眾久了 我其實提醒大家 因為過年前有一集特輯 他是最高分的 他得到了一張免死金牌 對,先不使用 是 那我們接下來在莊振愷的票箱 抽出一位幸運的觀眾朋友 得獎的是 恭喜這位幸運的觀眾 得到獎金三千元 是 謝謝大家精采 跟樂隊老師的配合 四位請休息,謝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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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